前新主市长林志坚的论文被调查局调查关于郑煌指控 违反了著作权法和加重诽谤 双方今天下午达成了和解 与郑煌同意撤告 但指定林志坚必须要捐30万元给公益团体 双方单独聊了40分钟左右 进行了意见交换 林志坚也对于郑煌表达真诚歉意 双方也发表共同声明 正式握手言和 谢谢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走出调解室步伐相当轻快 前新主市长林志坚 冒出论文抄袭案 被调查局调查关于郑煌 指控违反著作权法跟加重诽谤案件 事隔一年多 双方九号校午在台北地院达成和解 双方委任律师修出两人发表的共同声明 声明当中林志坚表示过去在媒体上针对于郑煌先生的批评并不恰当 诚心希望双方调解成立后一切生活回归正常 而林志坚也同意捐款30万元给于郑煌指定的公益团体 而于郑煌则是同意撤回院方著作权以及检方妨害民欲诉讼 双方同意就是针对本件论文事件的相关事实 不会再对对方提出任何法律上的一切民警式的诉讼 非常感谢台北地方法院庭长就是林玉郎法官大力的促成本件的和解 闹得沸沸扬扬的论文抄袭案最终以握手言和的方式画下句点 记者综合报道